故事 背景 哥 外交部好大啊 你以为外交部只有这样吗 外交部其实有二十六个单位 今天就带你看 其中的六个单位吧 走吧 配合防疫 我们量好体温就进去 好 好香的咖啡哦 沒錯 你們聞到的就是我們友邦的咖啡 很香吧 我們最會幫友邦推廣產品了 所以國金司的推銷能力很強囉 那當然啦 我們都馬跟企業一起到海外打拚 推銷台灣優質產品 讓大家賺大錢啦 而且我們也會派遣專家 還有年輕人前往友邦 幫忙他們提高技術能力 我們讓台灣前進世界 謝謝看到台灣 歡迎來到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 簡稱台美會 波妹 以前許多台美間重要會議都在這裡舉行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簡稱北協 你們知道嗎 在台美關係穩健發展下 2019年6月 北協正式更名為台美會 我們台美會主要是AIT的對口 負責處理行政事務 另外我們還有專門處理政務的北美司喔 嘿嘿 我知道 我等一下就跟哥哥過去 YA 哥 你在幹嘛啊 我在參加GCTF視訊會議啊 台美在2015年成立GCTF 針對公共衛生等議題 舉辦國際演習營 也吸引了日本、澳洲等 越來越多國家共同參與 北美司也特別在2020年成立了GCTF小組呢 面對北美地區嚴峻的疫情 我們還捐贈了1000萬片的醫療口罩等防疫物資 展現台灣CanHelp的精神 在每家各界都獲得公開肯定與感謝喔 近年來台美關係更加緊密友好 2020年由美國衛生部部長 阿扎爾以及美國國務院次卿 克拉克來訪 持續深化台美在各領域的合作 台美以升級為全球合作夥伴 這裡是國際傳播司 我們的賀岁短片 也會放在外交部臉書專頁上 你好 歡迎 怎麼會 怎麼會 嗨 波哥 這是我們今年的新年特刊 波哥專題喔 波哥吃米嗎 你這裡有技術不錯喔 你們有外産嗎 很有時尚的啊 編輯介紹台灣的雜誌 是國傳司主要的工作之一喔 走 跟著國傳司的記者出發採訪囉 哥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歸歸碎碎的 噓 現在是緊急狀況 有駭客想要入侵外交部 我們要去資電處了解情況 結果結果 我們也跟上去看看發生什麼事 高高主任 我們的國防網路流量突然急速增加了 我咧 打開網路流量圖 沒事啦 原來是有大量民眾湧入 點閱我們的星寸賀岁影片 外交部持續密切觀察 內部和外管的治安狀況 除了提供安全的資訊環境 遇到危險的時候 我們都能及時處理 嚇阻駭客不法一途 哥 我们回家了,感觉真好 观众们应该很想知道今年的一件大事哦 跟我走 我知道我知道 1月11号起正式发行新版护照 放大台湾字眼 进一步提升晶片护照封面的台湾辨识度 如果大家还想知道申办护照的相关资讯 可以到领务局或外交部新版官网查询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明天安静响起着辣地 海内海外天涯心相连 有年往返万世都如银 夜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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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拜拜吞 不高射帅雨帅树意隐行车 岁月如鸟转眼有一点 博物流铃铁 保住将坚强投降 外交部祝大家新年快乐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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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